已迈入第17年的泰山师王化节活动 今年主轴则是以代代相传作为诉求 尤其在记者会现场也让民众先赌为快 高中武师所带来一段敬见主师爷的精彩表演 主办单位祈求在显应主师爷的庇佑之下 今年争霸赛能够顺利完成 泰山师王文化节迈入第17年 今年活动主轴以代代相传为诉求 16号记者会在下泰山沿举办 现场揭露英雄帖公布参赛师团名单 更以高中武师演出竞线主师爷 祈求在显应主师的庇佑之下 争霸赛顺利完成 那今年除了我们大家所期盼的这个 八九队的这个跳传节目之外 跟网年不太一样 我们今年的主题是代代相传 也就是说我们之前有做的工作坊 到据点去做了一些学习 希望把这样的一个成果能够带到 10月21号的现场 越南 17年前到现在走过17个年头 孟凯有说 17就是17 17就是一起 所以我们一起站出来 力挺我们泰山师王文化节 让他一届比一届更加发扬光大 记者会现场除了让民众先赌为快 看到高庄表演以外 并揭晓今年参赛队伍 祥师县寿桃为显应祖师祝寿 滴送凤梨象征好运旺旺来等活动 现场还有活泼欢乐的三太子演出 为记者会增添欢乐节庆的氛围 过去我们17年前 绊一个泰山师王文化节活动 就是要让人知道我们泰山不相同的特色 所以我们这个特色就是绊一个师王文化节 此外更不同以往的是我们会有办一个公益的圆游会 那因为我们有非常多的据点跟人民团体平时都在做公益 所以我们希望后续成本之外 当天的云与仪我们还能够回归回来 祝我们的独老共餐 或者一些独老上面的一些关怀跟落实关怀的一个团体活动 11月21号除了武士高庄争霸赛的举办之外 是在有趣系列活动包括17年的师王回顾展 弄施体验到官方FB按赞加指定贴文中留言抽奖活动 及祖师也请吃平安周等活动 记者胡宇轩泰山采访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